为什么生肖是12位 为什么老鼠能排在第一呢 90%的人都不知道 12生肖真正排序的原因 其实在咱们古代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12生肖刚好对应着一天的12个时辰 也就是24个小时 另外我们现在是以晚上12点 为一天的分界线 但是古人是以晚上的11点 为分界线的 所以夜里的23点 到凌晨的一点是紫时 这个时候老鼠最为活跃 称为紫鼠 有人会说了 老鼠在12生肖里面看上去 是最小最弱的 那为什么鼠能排在第一呢 据说在远古洪荒之时 混沌未开 勇敢的老鼠把天咬出了一个洞 让人间终于有了太阳的光芒 才使得盘古得以诞生 天地才可以分开 民间俗称鼠咬天开 于是老鼠也就成为了开天必地的英雄 生育万物的自身 所以啊 12生肖 老鼠是老大 凌晨1点到凌晨3点 为丑时 牛呢 是夜间动物 习惯在夜间吃草 古时候呢 人们以牛为根 必须让它吃饱喝足 才能工作 所以啊 农家经常在丑时起床 挑灯喂牛 故称丑牛 3点到5点呢 是银食 这个时间段啊 咒服夜行的老虎最为凶猛 如果在山上碰到人 多半是会吃掉的 古人啊 往往能在这个时间段 听到虎笑声 此外啊 银也有敬畏的意思 为了表达古人对老虎的敬畏和害怕 因而啊 称为银虎 5点到7点呢 是卯食 也就是太阳刚升起的时候 天刚亮 闲不住的兔子呢 就会跑出窝去觅食 像清晨带着露水的草啊 就是他们的最爱了 于是啊 兔子也被称为卯兔 晨食呢 是早上7点到9点 这个时间呢 很容易起雾 据说啊 农就是在这个时辰 腾云架雾 湿云不雨的 所以啊 古代人们遇到干旱 要求雨的时候呢 都会选择在晨食 所以啊 叫晨农 上午9点到11点呢 叫做四食 蛇呢 没有腿 需要肚子贴着地面 爬行 所以啊 对地表的气温呢 特别敏感 而四食的阳光呢 温暖 但不猛烈 地面的温度呢 刚刚好 不能不热的 最适合蛇爬出洞 去觅食 而且你看啊 甲骨文中的四 是不是照着蛇画的 所以啊 叫四蛇 午时呢 是11点到13点了 这个时候啊 阳光是最为猛烈的 人们往往不愿意 在太阳底下暴晒 因而啊 会借助马 加快自己的行程 另外呢 由于猎马的性格 如同猎日一般 所以啊 就有了五马 这个说法 喂食呢 是13点到15点 这个时候啊 是放羊最好的时段 草呢 吸收了孽热的营养 正是生长得极好的时候 古人认为啊 羊吃了这个时段的草 会茁壮成长 而且啊 还有一种说法是 羊吃了这个时段的草呢 不会对草的再生 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啊 喂食就和羊 绑在一起了 叫做喂羊 生食呢 就是15点到17点呢 是太阳即将落山 猴子呢 喜欢在这个时候提叫 最为调皮 经常上窜下跳 踩野果 生呢 和生是谐音 活泼的猴子啊 又最擅长 身躯攀爬 所以啊 人们便把生食和猴子 联系在一起了 叫生猴 傍晚17点到19点呢 是有食 也是日落之食 太阳快要落山了 鸡呢 也要回窝休息了 而鸡呢 也会通过打鸣的方式 来提醒劳作的人们 可以休息了 于是啊 便有了有机 虚食呢 是晚上19点到21点 这个时候呢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啊 准备关门睡觉了 但是为了保重家中的财产安全 他们就会让忠实的伙伴 狗来代替他们守着家门 一有动静就汪汪大叫 所以啊 叫做虚狗 害食呢 是21点到23点 猪呢 白天睡难觉 到了晚上最寂静 养过猪的朋友啊 都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能听到猪拱槽的声音 所以啊 叫做害猪 其实啊 每个动物所对应的时程呢 正是每种动物 最活跃吃东西的时候 所以啊 十二生肖的排序的 真正原因啊 是按照动物的习性排序的 这啊 也是咱们古人的智慧 记得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您的生肖是属什么呢 是不是和所属的 动物的习性一样呢